上水明都一個64歲的女住客 昨天懷疑跌入升降機槽死亡 機電署倉部的調查顯示 出事的升降機原調藍索原好 會從控制線路 和牽引機機械故障的方向深入調查 死者當屬的質疑保養為受賊 林家晴 事隔一日 死者的姊妹來到出事的上水明都巴黎閣 探死者的子女 我們都接受不了妹妹的死法 好像跳樓一樣來死法 我今早看過圖片 我覺得我妹妹很淒涼地死法 好像人家跳樓一樣 為何我妹妹要受這些罪 他們趁屋苑管理公司代表 接受訪問時表達不滿 即是否真是很認真去檢查 或是循例 你的循例可以經過 有個人做一個動作 叫做檢查了 如果你是很認真去檢查 為何還有那麼多問題 而你們覺得是OK 但是住戶訪問的時候 個個都答對戰戰兢兢的呢 你們有沒有想到人命很重要的呢 我們都會要求 承犯商設實地去交代報告 他說有跟足機電署要求 兩星期一次例檢 出事的升降機 事發前兩天才檢查過 他承認保養服務是中規中矩 承犯商耀天工程在出事之後 也沒有在合約時限內到場 我們十二點大概四十多分左右 四十五分左右 我們就已經通知了那個保養商的 一點多鐘再追call 承犯商是三點多鐘會到 我們的合約就要求它是一個小時內力到的 管理公司說是否全面換電話 要法團開會決定 星期一會開居民大會 機電署會出席解釋事故原因 出事的升降機仍然為封住 機電署的初步調查顯示 原吊濫索原好 會由註冊升降機工程師檢驗過 確認操作狀況安全之後才可以重開 會從控制線路和牽引機機械故障方向深入調查 而屋苑其餘九部由耀天保養的升降機 經機電署檢查之後已經重開 事發在星期五中午十二點半左右 據了解死者在七樓準備步入升降機時 被升降機門夾住一隻腳 但升降機繼續上升 之後死者跌入升降機槽 有線電視記者林家晴報導 嗯